朋友们好,今天是2023年,3月17号,星期一,现在是美东时间,下午的6点15分,美股已经收盘,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节美股。 今天关键的题是美股涨跌不一,那么银行股铺涨,高盛表示,AI,也就是人工智能有望促进生产率大幅提升,推动全球经济加速增长。 我们看这样,高盛经济学家在周日,也就是昨天的一份报告中写道,节省大量生产劳动力成本,创造新的就业机会,以及未被取代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等因素相结合,可能会导致产出急增,进而险距提高全球的经济增速。 这个主要是指对AI,人工智能说的就是说,实际上高盛经济学团队,他们也比较了一下,生产率在过去十年中,也就是截止2020年,平均生产率的提高,每年它是1.3%。 所以说,这一个AI人工智能要成真的话,它可以每年提高1.5个百分点,所以增长的幅度是非常显距的。 我们看一下,这个就是那个OpenAI,那个人工智能这个执行长Sam,大实际上当时推出这个GPT4,这个应该是very powerful,就是说,所以他说这是人类起今为之最伟大的技术,那么谁在AI竞赛中获胜就能统治世界。 这个实际上是引用2017年普丁的观点,就是说,那么这个是最新的一个表格统计了不同版本,在不同领域的紧缺度。 也就是说,这也都是恰了GPT版本2,3,4,到最后现在的这个GPT4,那么很明显,这一次这个GPT4,实际上在所有的领域,大家看一下,从学习,科技,写作,历史,授学,科学,推论,城市,商业,都是远远的高于以前这个版本,就是说。 所以,别人也统计过GPT4,那么参加每个律师考试,实际上赢过90%的考生。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投资这个AI的这个,实际上一般人建议就是说,这个一般专家建议用60法则,比较合适。 也就是说60%的资金购买,AI的这个硬件跟这个系统业者,还有40%的资金购买这个原体与内容输出,这种比较浓头的这个产业,大家看一下。 这个系统业者,也就是操作系统,实际上就是微远,今年年涨幅实际上超过14%,那么硬体供应链就是英伟达,灰达也就是今年年涨幅超过83%,那么内容产出也就是远见方面的是C3,也就是AI的这个,今年年涨幅超过上涨了一倍。 我们等会要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,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,这三支股票,代表的是不同的人工智能这个方向,应该属于目前这个龙头的一个企业就是说。 我们在序面看一下,这个是一个AI的目前用这个人工智能,非常流行的一个,如果说大家关心这个人工智能的,这一张照片就是网络上爆红的情侣照。 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,实际上是,大家看一下这个就相当于是中国大陆,80年的初那个时候,那个房子,这个是人物照片,你一眼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用这个相机照的,实际上不是的。 它实际上,这个是近期在网络流传的一张复古的情侣照。爆红的原因就是说,它实际上不是一张用摄影机或者是照相机照的,它是透过AI原体会议书而成。 那么背后是通过mid-general,那么最新一代AI生成图像工具,精细程度可以倚家乱争。 所以这就是AI为什么说very powerful,大家注意,那么AI进展化成都惊人,生产效率爆炸时增长。 比尔盖范,也就是威远总裁,就是说,称AI将举导未来的产业,黄仁勋,这个就是英伟达的那个CEO,那么称AI进入建立智能智慧能力的时代。 那么同时我这个地方也从网上给大家找到了这个,威远的这个copilot,这个六大功能,有可能引爆AI应用的热潮。 这里头比较关键的是,我们比较熟的就是说,这个copilot,它是用这个聊天机器人,让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和他们对话,精通,沟通,那么指示他们帮你完成跨应用程式的摘要,整理工作,铲除内容。 所以我们称为copilot,副驾驶,你比如说word,这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文档,那么它可以自动生成内容,摘要不必从空白文件开始创作,可以选择不同的语气,编辑重点,改写某一段内容,这个都是自动的。 那么Excel也是的,可以分析报表,回答问题,生成视觉化图表,模拟,数据变化,你比如说它可以桌图,展示某一项成本,增加对毛利率的影响程度等等。 那么关于PowerPoint,这个也是用的非常多的,你比如说它可以自动生成设计word,那个档直接转换,输入想要的内容,风格,图片,素材,自动生成。 最开始的那个PPT,可以和word券接,自动分页下标,生成,讲稿,所有的这些话都可以自动,你只要给出一个大海摘要就可以了。 你比如说Outlook,这个电子邮件的,它可以快速生成这个信件,摘要,涌长的内容,按照重要程度分类整理,并自动生成回信内容。 也就是说这个都可以自动给你回应Emole,就是说。 那么另外这个Teams,它可以边开会,边整理重点,提醒,议程,对影响的即时政策,理解,整理技术。 你比如说它可以摘要现在在会议的五大重点。 那么还有哪一些事态,没有讨论,就完全是一个助理的角色,就是说。 另外一个Business Chart,它能够及时调整数据,找去所有相关的文件,可以创接CRM了解产品的销售状况,并由客户往来记录中信息摘要相关的内容。 所以说这个人工智能一旦要变成一种powerful的话,应该就是一个很多工作可能就要消失了,就是说。 所以非常的powerful。 好了,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聊了,我们先看今天收盘的这个大盘的情况。 那么今天就是收盘的时候,这个纳斯达克中和指数下跌0.17%,这个纳斯达克中和指数今天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,震荡比较大,是个高开低走。 那么标500这个整当稍微小一点,那么上涨0.16%,那么道琼斯走法今天跟纳斯达克中和指数是完全不一样的,它是个低开高走,它高点实际上在收盘的附近。 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0.6%,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业人类图,那么非常的明显,绝大部分板块都是上涨的。 我们看一下这个临涨的板块,石油天然气,特朗波概念,量子渐渐概念,然后是商业设备,用品,银行。 那么今天这些地区银行涨幅非常大,然后是动力煤,所以既有一些传统的股票,也有一些概念股就说。 我们看一下涨跌分布,接着收盘的时候下跌的股票一共4098只,那么上涨的股票一共是7498只,所以上涨的股票数远远都有下跌的股票数。 好了,我们很快地看几只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。 首先看一下C3,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元体部分的,这只股票今天受盘的时候上升0.67%,我这里面用这个九转,神奇九转,目前还没有到九的位置,目前来到了六的位置。 那么这只股票你可以说它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元户底,但是它远远还没有到这个元户底上升的这个目标价位。 它目前实际上在这个元户,在这个景前的附近在震荡就是说,我们可以从这个多空线看一下。 这个多空线我以前尤其视频专门讲过给大家,那么这里头就是说,当这个白颜色的线上穿这个黄颜色的这个线形成一个金叉的时候,表示就是一个偏多的走势。 所以目前这个C3,这个走势就是一个偏多的一个走势。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,这个均线就更清楚了,那么这个是连线,这个是50连线,深连线,这里头有一个是月线。 10天线,5天线,所以目前的这个走势实际上是,这些短期的均线,长期的均线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头白颜,也就是说,不管是从多空线看,还是从均线来看,它都是一个偏多的一个走势,这个股票。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,我以前讲过一个,所谓三金叉账法,也就是说,这个MACD形成了一个金叉,这个是在水上,也就是在灵柱之上形成了一个金叉。 同时,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5天线,到10天线形成了一个金叉。 那么这里头这个5天线跟10天线,也形成了一个金叉。 所以说这只股票,实际上最近两天,包括上个礼拜五,进场都是可以的。 包括最近两天,你风低了手,所以正好他也赶上了这个所谓的AI,这个人工智能浪潮。 就是说,所以这只股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,这个也是一个原体,就是说,跟人工智能,机器人学习相关的一个股票。 这个市值就比较小了。 所以跟那个C3相比的话,你可以从均线去看得非常清楚。 但目前这个年线,这个股票我们放大就看得很清楚。 它基本上是没有过这个连线的目前。 所以就是说,哪一天要突破这个连线,估计就应该开始启动了。 但是目前来看,它似乎还在的筑底,还在的洗盘。 就是说,为什么呢? 这个地方就是我在我那个Discord群里VIP提示过,这个就是9,用这个神奇99的9的位置。 这是相对的一个低点。 这个胜算率大概是70%左右。 成功率吧。 所以这个地方进场应该是比较,你要是一直持股,应该是比较可靠的。 目前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地方。 就这个200天线,也就是这个连线。 目前实际上很明显,大家看一下。 最近一个礼拜,都是最高点,都是充满了这个连线,都没有过。 另外我们刚才用那个所谓三金叉战法。 实际上这个MACD也形成了一个金叉,大家大家再学一下。 这个成交量也是五天跟十年线形成了一个金叉。 目前这个所谓五天线跟十年线也形成了一个金叉。 所以它实际上也符合这个三金叉战法。 它唯一要克服的就是这个连线。 这个连线收款的大是两块一毛三,两块一毛四左右。 这个地方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大的。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微远,这个就是操作系统。 那么这个微远这支股票,我以前也分析过。 你目前从这个省区九卷来看,它倒还没有什么九。 大家看一下,它这个九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成功的,还是比较高的。 你比如这个地方九,就是相对的低点。 这个地方的九就是高点,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点。 但是它目前在这个上升趋势通胀的没运行,非常非常明显。 而且大家看一下,它目前来的这个趋势通胀的这个上延, 它有可能有两种手法。 如果说这个大半的环境,AI人工智能比较热的话, 它有可能突破这个上延。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,更大的可能性,它可能会掉下来。 然后重新测试这个下跪。 这个时候就是会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。 你从这个均线来看,它目前这个连线也已经走平了。 其他的这些线都已经拐头往上, 形成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多头排列。 所以这个微远的走势目前实际上也是个偏多的。 我们看多空线也是在这一天,在3月15号, 这个就形成了金差。 所以说目前这个微远的走势也是个比较偏多的一个走势。 所以你要是想等一等的话,我更认为它很有可能重新回来测试这个下降确实通道。 类似于这些地方,类似于这个地方。 这个时候是个比较好的进场点。 我们再看这个硬体,这个英伟达。 那么英伟达这个股票的走势是非常非常的猛。 大家看一下,尤其最近实际上它就是因为AI的这个功能。 但是目前你从神奇酒卷的这个角度来说,它实际上来到了高点。 这个酒已经出现了,正好是今天出现了。 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追涨。 我们说虚然这个酒不一定代表它不会涨。 它的成功率大概是70%左右。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,它又曾经出现一个酒,跟这个非常类似。 但是它后面还是往上走。 它中间有一波回调。 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不追涨。 你最好是期待它类似于这个地方,来一波回调的时候。 你再进场。 我们看一下均线。 这个均线就是更典型的多头排列。 这是连线在最下面。 那么这个是生命线,季线。 这个是月线,十天线,五天线。 今天到实际上刚好跌破了五天线。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多头排列。 所以你可以等一等,有没有可能像这个地方, 但来到这个月线的附近。 这个月线今天收盘的时候应该是246块钱左右。 来到这个附近。